苗栗县新南国小组成领航团队 针对国、英、术三科筛选测验 诊断学习落后的学生 集中课后辅导 透过线上投影搭配图卡教具 增加师生互动与趣味 进而提升学习动力 近年来教学策略展现成果 荣获教育部学习辅助 基优领航团队奖的肯定 把每个孩子带上来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是教育工作者最重要任务 尤其学习成长阶段 更有赖于亲师生 共同搭起爱的辅导网 中南镇新南国校 特别组成领航团队 进行全年级国、英、术三科测验诊断 并针对学习落后学生 给予学习辅助 我觉得他们来这边上课 应该更开心 就是我尽量营造一个 让孩子感觉比较轻松的环境 然后也会让他们 在上课的过程中 比较容易得到成就感 因为原班的人数比较多 对 那有时候导师 其实没有办法顾到每个孩子 那就像您刚刚看到 就只有八个小朋友 所以我比较能够照顾到每个孩子 那也能够从他们的回答里面 知道说孩子可能 有没有哪里是需要我这边 可能要多给他一点点 一些帮忙的 利用课后时间开课 依据不同年龄实施不同的教学策略 就二年级来说 针对需要加强的内容 透过具体图像 图卡搭配课本投影 集中学生专注力 也藉由小班制的陪伴 关怀 提升学生自信与学习动力 我们基于关怀 爱心 创意 以及效能这样的理念 来推动我们学生的学习辅助计划 那也很荣幸获得教育部的肯定 我们获得了这项奖项 也表明了我们的方向队 就勇敢的去做 并且克服种种的困难 帮助我们的孩子 真正的能够回到学习的轨道 让他们的学习 能够获得一个自学的能力 三年来逐渐展现学习辅助成效 110学年度全年级进步率 更高达97.01% 荣获教育部111年度 学习辅助机有领航团队奖 而这项亲师生共同努力的肯定 也将在校园持续落实 传递学生正向能量 逆平学习落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